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鱼香肉丝的做法 首先,将切好的肉丝放入清水中 浸泡10分钟,去除血水 然后捞出,装入碗中 加入一勺盐,一勺淀粉,少许胡椒粉 一勺料酒,一个蛋清 用手抓匀,腌制10分钟 青椒切丝,木耳切小片 装入盘中备用 胡萝卜擦丝,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三勺糖 三勺醋 两勺酱油 一勺料酒 两勺水淀粉 搅拌均匀备用 热锅烧油 油热后下入腌好的肉丝 用铲子快速翻炒 炒到肉丝变白后,盛出来备用 另外起锅 油热后下入胡萝卜丝 翻炒几下 然后加入两勺红油豆瓣酱 炒出红油后下入葱姜蒜末 炒香后下入青椒和木耳 翻炒几下 接着下入肉丝 翻炒均匀 最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 大火收之后就可以出锅啦 一道酸甜中带着鲜辣的鱼香露丝就做好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